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来教大家怎样做韭菜盒子 因为我家的后院有种一些韭菜 然后我今天去地里割了一些 割了一大盆韭菜 然后放在盆子里把它清洗干净 要把那些黄了的叶子啊 或者是粘掉的 还有一些成土把它都洗掉 然后处理干净之后 然后把它切碎 那切碎的韭菜一般都会先放一些油在里面 然后在你放盐之前放油 这样的话韭菜不会出水太多 这就是处理好的韭菜 然后这个面团是之前就准备好的 就是早晨去割韭菜之前我就把它揉上了 然后让它再醒一个小时 然后就可以分成大概 我分了八份 然后把它擀大以后 包上这个韭菜还有鸡蛋 然后煎 这个是比较失败的最后两个 因为那个面已经太软了 然后放在盘子上时间久了 你拿起来的时候面皮就破了 所以这种比较软的面皮最好是能有两个人合作 一个人包然后另外一个人负责烙饼 然后就可能会效果会更好一些 前面那些是颜值比较高的 所以对最后这个展示的部分是颜值高的那些韭菜盒子 我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这个视频 有两个视频 的专门 就是我们下一个视频 我们下一个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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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们下一个视频